字幕開始 一天你出去旅行的時間會特別喜歡買東西? 會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去旅行,多個藉口給自己買東西 第二,有時去到別的地方 見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你覺得可能海一不可在 其他地方買不到的話 立刻就買了 怕走了找不回來 少了在香港會猶豫 如果在外地見到東西很喜歡 立刻就買去,不要想 在中國百貨公司 工藝品是特別多 我們香港人來到可能沒有興趣 但是外國來到海南的人 是對這個工藝品非常有興趣 特別在海南,很多俄羅斯人 是見到他們愛不食手的 Dines,你多不多名字? 有多少個名字? 多不多名字? 中文名字,英文名字 最多的兩個名字 一中是英 但現代人有很多名字 例如你,有一個中文名字 有一個英文名字 上網有一個其他名字 有很多名字 有QQ,有代號 隨時有五六七八九個名字 嗯 三亞也有很多名字 你知道嗎? 有多少個名字? 松朝的時間叫做崖州 現在又叫做六成 加上三亞也有三個 我只知道這裡有叫做東方夏威 那就有四個名字 還不多嗎? 是啊 它之所以叫三亞 因為有兩條河 三亞河和三二河 流到這裡就匯合 成為一個雅字 所以取名三亞 不過很多人說三亞 是一個比大字重壞的地方 因為它有好好的陽光 漂亮的沙灘 還有你最喜歡吃的海鮮 阿姨呀 走這裡 不走街不就好沒有人嗎? 沒有香港那麼多東西買 是啊 還是來這裡 看看這麼漂亮的 日落的南中的海景 是嗎? 是嗎? 很漂亮 那個很漂亮 是呀 那個叫做鳳凰島 其實是一個人工島 中間有一個夥拜 是啊 去年中國的奧運會 在中國的第一個夥拜 但起道田就在前面的房場面 就在這裡嗎? 是啊,所以好像可以紀念 但是那條商店街 雖然我們買不到甚麼 但是其實很多 從俄羅斯來的人 在這裡買東西 買珍珠 他們的小生物 工藝品 他們喜歡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生意不錯 那就適合他們 要有時間找一下 其實有時我們都可能 找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去旅遊 一定要放眾自己 尤其是shopping 但還要量益而為 Cheers